中央设计者侯兹营桃园29日电空污污问题引发关注 总统蔡英文今天表示空污污问题是区域内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 无关政治是与人民健康有关的议题很适合 也应该是两岸进一步沟通的一个议题 蔡总统副总统陈建仁下午参访中科院研发展示馆 并在中科院与媒体年终查续 媒体询问日韩已与中国协商空污污问题 在目前两岸情势下台湾的对策为何区域合作可能吗 蔡总统表示两岸交流仍持续 虽然没有进行政治层次较高的交流 但计数一般性的交流都持续进行 蔡总统强调健康对人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 也应该是我们大家最大的共识的所在 空污的问题无关政治而是人民健康的问题 这项议题很适合 也应该是两岸进一步沟通的一个议题 之于区域合作 蔡总统表示身为区域的议员 台湾很乐意参与国际或是区域间有关空污的对话跟合作 他提到其他国家例如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也同样面临空污污问题 台湾会积极与这些国家进行空污防治技术与科技公共卫生政策等方面交流 蔡总统说其在区域内国家在面对共同的问题时包括健康议题有更高的共识 一起来防治空污 针对空污污问题 蔡总统日前表示境外移入的污染源占比甚高 请 行政团队在最短时间内参考日 韩等周边国家近年迎应境外移入空污做法与国际经验 就防治技术环境科学资讯与可能的国际合作 提出有效的对策 并做成相关政策规划来迎应環保署曾指出空污的成因 除了包括以中国为主的境外移入 还包括固定污染源移动污染源1061229